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真勝利組 我是你們的小編,奇 昆蟲是最早出現在地球上的動物 與人類的生活擁有著一個密切的相關 但我們很少有機會認真觀察到昆蟲的世界 印度20歲的男大生Sashi Kumar 是一個業餘的攝影師 他很喜歡去到郊外 拍攝那些被忽略的眉觀景色 攝影並不容易 有時候Sashi拍照時需要朋友幫忙 一起來看看他用手機拍攝的微距昆蟲相片 Sashi會用手機拍攝昆蟲的一舉一動 他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了解 這些被忽略的微小世界中的美觀 他表示用手機拍攝微距相片必須保持穩定 稍微動一動就會影響到拍攝的效果 令到相片品質變差 他業餘磨練攝影技巧的同時 都繼續讀書 他希望未來可以成為一個軟體工程師 在他的眼中 昆蟲是一種美麗的生物 這也是他拍攝昆蟲的原因 薩斯拍攝微距相片的技巧就是耐性和熱情 他還在學習攝影的技巧 希望以後可以拍得出更加精彩的相片 只要單單用手機就可以拍得出這麼棒的作品 他真的非常有天賦 如今科技越來越發達 很多手機內置的相機拍照效果都非常好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 發現一下身邊的美景拍攝紀錄下來 接着一下身邊的都在未來 入口中的任務 並沒有任何極端 突然很難呢 幫忙提到一所